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医生 知道你刚刚去完一个旅程 回来到加拿大做一个讲座 但看你回来始终加拿大和香港有些时差 不过看到你还是很精神换发 完全都不像有些长途飞机之后的后遗症 所以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一下听众 今次我去温哥华 温哥华讲一个talk 一个talk是什么呢 是给旅行社旅行公司的顾客和公司职员 是关于旅行的途中是怎样保持健康 哦 很新的题目 这个是我之前经常去讲的 依然都两三次这样 我以前是讲其他的题目的 今次他就要求我讲这个题目 所以我之前当然我又做了一些准备 那我就去到应用在我自己身上 怎样可以避免那个时差的问题 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人说的 我退休了 我希望退休之后我就会幻有全世界 很多人都是当旅行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享受 当然了很多人不是要等到退休才去旅行 香港人可以这样说 是每年都出去旅行大大小小 可能一言有几次都不出奇 但也都有一些人是因为工作关系 他就要不断地来到世界各国去办公事 我也都记得我有两位中学同学 他工作就由他成多年的工作 都是要他去旅行的 请到他的公司都是要他去旅行的 我也都记得有位朋友 他飞到去到diamond那级 就是最高那级的 那些我们叫做frequent flyer 好了 很明显飞行是一个远代人经常做的 不论是对公司也好或者是对假期也好 但有一件事我在过去常常观察得到的 以前我有时都会加一些旅行团 很多人被人安排了很方便的 这样就跟他们去 在团中的旅行过程是通常都发现有人病的 没有什么例外的 每次都有些人是病低了的 是 那你会想 为什么呢 我们去旅行是一个很开心的度假来的 是吧 是很放松的 病了就很熟悉的 为什么那些人在旅行的时候会生病呢 在度假的时候会生病呢 所以我就深层想一想 如果大家想一想 其实旅行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大压力的活动 首先离开了家里 离开了惯常的工作那些 我们叫做惯性的活动 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有时候遇到那个旅行有些什么异议 就是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你当时要经历的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人 你要接触不同的人 还有我们吃的东西 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我们吃的早餐吃什么也好 不要说那个国家的食物不同 就算我们食物的时间 惯性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说是搞到乱了弄的 这些都是为我们来说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在精神上或者身理上 也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人出国的时候呢 就经常是病得出来的 嗯哼 好了 那 那 这次我在这个的那个讲座里面呢 因为大家都是那些旅游人士 那时候那些人都说呢 他说你说的东西非常之有用的 那 其中一样东西呢 我就是说是有些什么的措施 可以预防的 那 首先简单 最简单来说呢 我们的旅行的过程度中呢 是要保持警觉性高 嗯 那 为什么保持警觉性高呢 就是我们在那里呢 做什么都好呢 都要给人感觉呢 你是知道你在做什么的 就是不要乱了弄 就是不要那些东西就 就在机场上找东西啊 那些东西都搞乱了啊 那给人感觉上呢 你是一个可以落手的对象 哦 所以你要很清晰 啊 啊 报理要快手 就是不要很多犹豫那些这样的 那些身体的语言 被人感觉到啦 那 还有不要望那些陌生人士 就是有时候去的地方 不要去一些不安全的 啊 啊 啊 的地区啦 这些 那这个是 是基本上我们很多人都是 是疏忽了的 是 那 那除此之外呢 那很多东西是可以说呢 是一个常理啦 一个 我们叫做common sense啦 那譬如简单来说呢 外面在外面喝东西呢 小心点啦 不要喝一些可能受污染的水啦 嗯嗯 就算你刷牙的那些水呢 有时候都要小心的 就是不要那些水喉水啊 可能有 就是有问题的水呢 都不要用来刷牙 好了 那不要在一些受污染的地方去游水啦 啊 那吃一些你呃 就是不是很知道来源的 或者觉得好像不很安全的食物啦 嗯 那 还有呢 就不要被那些昆蟲咬到 我最近刚刚有个病人呢 他就叫做Lime disease 哦 Lime disease 现在是一般是说是被那些被那些被那些塞的那些咬的 是很难搞的 他治了成百年了 哦 这就是一个神秘的病 在医学上是被剔咬的寄生虫导致的因素 所以尽量小心不要被蚊蚊蚊虫 最简单是蚊蚊蚊 或者其他昆虫咬伤 当然对接触人方面也要小心 有些人可能有些问题 还有些地方不要赤脚走 有些不是很安全的地方 这个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做足 第二件事,其实我们经常去远程 大部分人都会坐飞机 我们经常说有时差,有时差的问题 有时很苦恼的 你去过假期可能一个星期十天 而你飞到的地方是12小时的时差 你就需要12日去适应 到你在那个假期的时间 总是常常在右叉 个人好像弯弯弯弯 什么都做不到,常常日得黑眼睡 晚上睡不着 好了,都你熬了一个星期十日之后 就够了,就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又要重新适应 虽然我们都很向往 有机会去旅行 但是很多时候旅行 带给我们的经历 我们是很累很辛苦 回到香港就很开心了 回到家了 可以休息了 所以你听听一下 其实很矛盾 一心又想去玩 离开自己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去探究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事情 本来很开心 但是又比刚才 好像袁医生提及过的情况之下 又会病 简单一点 好像是在泡泡泡飞 那时差 都可能要调整一大轮 都没有很享受到 在假期內的景物或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的過程中,在有什麼地方 會帶來我們身體很多壓力 我們叫做生理上壓力,Bseological Stress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坐飛機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我們坐飛機是有很大的生理上壓力 起碼我們有五大生理壓力在坐飛機 第一,我們坐飛機的時候 我們吸的空氣,氧氣減了很多 在飛機上面的氧氧量是比較低 為什麼呢?因為飛機是一個高空飛行 通常飛機都是在大約二萬呎的高空飛行 當然二萬呎的空氣很薄 我們不能夠生存 所以它就會將機箱加壓 加到多少呢? 加到一般六千至八千呎的高地的氣壓 它不會像水平線的平面的壓力 它只是保持六千呎到八千呎高空的壓力 但這也是一個稀薄的環境 原來在這個高度 所謂的高山症很容易出現 我們的養分是比我們平時 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六的 是低於我們這麽多的 即是說在我們飛行的途中 我們是出現一個低養的不足夠養分的狀態 吸收一些不足夠養分的 這個感覺其實是好像我們人們喝醉酒的 那種生理上的感覺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 通常在一個低養分的狀態 會有些什麼的心理上有些什麼的感覺呢? 通常我們會容易頭痛一點 那個腦袋好像有時候是想不到東西的 有時候有點暈暈的 個人比較累 也有時候腦袋是空白的 就是看著東西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東西的 有很多這樣的感覺 還有我們的身體的肌肉 覺得容易冤枯的 那即是說在這個高空的 例如你十幾個小時或幾個小時的過程裏面 我們的養分是不足夠的 比平時低很多的 那你看一下我們的身體的器官 需要多少養分呢? 或者用多少呢? 其實我們的心臟是用我們的身體的養分 大概11% 我們的腦袋是用18% 而我們的腎是7% 而其他我們的小腸 即是我們的吸收的消化那裡 是拿多少呢? 是拿成23% 而肌肉是最多了 拿到成30% 皮膚2% 其他氣官7% 所以你要看到我們的肌肉 和我們的消化度是最不夠養的 是 所以你要感覺到 為什麼那些人呢? 經常呢? 是感覺到很累的 嗯 疲慘慘慘的 肌肉眼睛好像是淵慘慘慘慘的 疲慘慘慘的 例如6000到8000呎 所以那個氣壓是減低了 如果我們身體裡面呢 有些什麼空間 有些什麼氣泡呢? 在這個高壓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呢 就好像一個氣球一樣會漲的 嗯 比起碼會漲很多下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呢 是剛剛做了一些手術 例如去弄牙 其實在任何手術呢 都有機會呢 將那些空氣呢 即是困了在那個空隙的 在一個低壓的氣壓的狀態 那些空氣就會膨脹 所以有些人呢 就覺得牙痛 OK 那還有了 耳朵和鼻鬥 很多人呢 在喪惡的時候呢 耳膜好像脹得很痛 是啊 有些少許傷風 當你的氣壓是沒有那麼容易 是平衡的時候呢 有些氣壓會脹得耳膜很痛 嚴重的可能會穿耳膜 都可以 都會有機會的 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呢 做了手術呢 就不可以立刻飛 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來的 因為呢 任何的開破皮的手術呢 一定有些空氣呢 就走了到我們的身體的空間 如果是在飛行裡面呢 這個問題呢 就會爆發出來了 你可能的手術那些 避免會爆裂啦 會出血啦 會出血啦 嗯 OK 哇 好精彩 那麼這節時間呢 我們也差不多了 一會兒回來 我們會繼續那個 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的題目呢 就是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一會兒見 我們會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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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廠二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廠二健康店 電話2882-48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 就是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余醫生 在休息之前 你也一路分析給我們聽 搭飛機的時候 所遇到的壓力 還有沒有其他方面呢 齊英港氣壓方面改變 當然開刀的做手術 你知道很多人去外國做手術 去韓國、去日本 大家都一定要留意 你不可以一做完手術就上飛機 可能會有問題 還有一些就是 有些人去潛水 一般的潛水都是12小時 潛水之後12小時 就不應該上飛機 但是如果你前身過30呎 那要24小時 就是不要這麼快就上飛機 是 因為恐慌有些氣泡 是未曾走出來的 是 在一個低壓的飛機艙裡面 那些氣泡就爆出來 其實會很危險的 嗯 好了 有些人打了手術後 有些人打了石膏 也有問題 石膏裡面有些氣泡 對 熱爆 會夾到你的身體 防止血液暢順的循環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空氣的濕度 嗯 你知道我們平時的一般的濕度 比較舒適的濕度是多少呢 是大概30-65% 就是相應的濕度 當然香港不像 香港通常是比較濕的 但一般來說 我們空調會較到舒服的濕度 都是30-65% 但由於飛機呢 飛是一個很高的地方 比如可能35,000呎的空間 其實水分是很少的 是很少很少的 一般在水平線之下 我們一公斤大概有10克水分 但去到高的空間 一公克裡面 一公斤只不過是0.15克的水分 即是說 我們那個所謂相對的濕度 只不過是1% 是1% 所以跟我們平時習慣的 所謂30-65% 香港更加到是很不同 所以你的身體 身體上的感覺是會不同了 比如有時候鼻肝很乾乾不舒服 喉嚨乾確、眼睛乾確 胃都比較乾確 而且不斷地流失水分 所以這也是一個生理上的壓力 幸好我們在說 在真正的情況 因為每個人都有口氣 有噴霧氣、皮膚的出口汗 所以都不是1% 10-20% 都是比我們平時習慣低很多 所以這是第三個壓力 第四個壓力 就是我們空氣的清新程度 以前美臣全面禁煙 所以是很離譜的 因為上面的飛機空氣 就不是不斷地清新地循環 不是在外面不斷抽新鮮空氣 很多空氣是要循環多一點 才再放出去 起碼一半的空氣 就是舊的空氣用回 所以我除了養分不夠 其實我們碳酸方面都多了 即是說 空氣是一個不清新的空氣 當然在一個不清新的空氣 有些人 譬如年紀大的人 心肺活動能力是差了 或者各個肥胖 會出現問題 例如可能會作嘔 有時候會暈 有時候不夠氣 或者心搞痛 這些是會經常遇到的 當然是不清新的空氣 有時候會出現帶菌的問題 有時候在一個流感季節 有時候這些菌 都是在飛機上傳播出去的 好了 第五個生理上壓力 就是在一個高空裡面 我們遇到什麼呢 是遇到一些輻射 一個宇宙的輻射 OK 這個宇宙的輻射 是比我們平時多 100到200倍那麼多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那些飛機的服務員 他們工作的時間是有限制的 是是是是 即是不可以不斷不斷飛 他們不可以飛得太久 原因就是這個輻射的問題 OK 一般的限制是 大概是因而不能飛多於500小時 大部分都更少 600到700小時 即是說 在我們的飛行裡面 我們結束到的上面的 那個宇宙的輻射 是比我們地球多很多的 嗯 所以 有這個所謂的輻射的風險 但風險厲害不厲害呢 譬如有些人 我們叫做經常飛的人 經常飛叫frequent flyer 平均是如果一個星期飛 5到15個小時一個星期 都屬於叫frequent flyer 嗯 那麼這些人的飛行 在10年裡面 在10年裡面 他們那個患癌的風險 是增加了一些 嗯 譬如在10萬個人裡面 在10年裡面 他可能有200個人 是因為 飛行的輻射 的接觸 是導致患癌症 當然不是高得那麼交關 是是是 即是 即是說10萬個人有200個 今時今日的患癌的比例很高 3個有1個 所以 對於正常量都不是那麼高的 嗯 雖然是這樣 我們都希望 所以為什麼 很多時候的孕婦 就是不要那麼懷孕 初期都是不要去的 尤其是初初的時候 那胎兒還是很小 初初那三個月呢 是盡量避免去坐飛機的 當然 到快要臨盤 可能隨時關門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要減低 那就是說 坐飛機呢 你也不是坐在這裡 吃東西那麼簡單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心理上的壓力 這個也都解釋到 為什麼很多人 去到長途旅行過程 是很累的 很多人都以為 這叫Jet Lag Jet Lag 其實這個所謂Jet Lag 其實很大部分 不是因為地球時間的差距 而是我們在飛行的過程 裡面是受到很大的 心理上的壓力 OK 聽完了之後 又要再重新考慮 但是沒有理由不去旅行 沒有理由避免這些長途機 余醫生 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教我們的聽眾 去抵消了 比如這些飛行上 遇到的壓力呢? 我當然叫人們不去飛 也不可能 叫人們只會越來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發現 現在我們飛行的費用 其實原來真的在減少 真的一直被以前減少 所以我們不要說不去飛 其實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首先就是記住 因為在我們的空中飛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身體的身… 即是身理的壓力是大很多的 是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在飛機上的時候 盡量休息 再休息、放鬆和睡覺 就不要在飛機上做太多活動 包括不要吃太多東西 因為很多人在飛機餐 我們不是經常吃到飛機餐的人 有飛機吃 嘩試試飛機餐很過癮 對 但其實在飛機上 你的消化壓力很大 你記住 我們身體的能量 是消化用很多的 好像六、七十個百分之 所以在一個消化狀態 已經這麼弱的時候 養分不夠的時候 其實你最好就是不要吃東西 不要吃東西 不行,會餓 那怎麼辦呢? 通常我建議 就是在機場上飛機之前 先吃飽了 在陸地的時間 因為機場有很多挺好的餐館 吃到飽了 上去之後 就盡量不要吃他們的大餐 那些飛機餐 那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飲水 要記住 因為上面的水分是低的 所以流失很多水分 所以在飛機上 你只能做什麼 就是不斷喝水 嗯 那他們說 這是內部消息 飛機上的水 不是很乾淨的 因為飛機上的水箱 不是經常洗的 所以他們給你那些水 其實內部都知道是不乾淨的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那些商務客機 就會給你一個瓶瓶的 自己用 那有些人就說 在上機之前 就自己拿著瓶 就是自己帶給那些水 在飛機上過關之後 那自己裝滿水 那好像可以帶上機的 可以可以 那你當然 你也可以在機場那裡 過關之後 也有些商店可以買到一些水 那帶自己的水 那就是說 在上到機 是盡量進入冬眠的狀態 不要做那麼多活動 能夠睡就最好 那只是呢 就是去喝水 那喝水呢 就不要喝太多 一次太多 就經常要去洗手間 那是麻煩的 因為廁所都不夠 要等等等等 那所以喝水呢 是慢一點喝 就是碰碰碰碰 那這個呢 水分就不要那麼快 就去到我們的膀胱了 身體應用得到的 那所以呢 就喝東西 那還有呢 有時候飛機呢 有些是免費酒喝的 那有些人忍不住了 平時都不喝酒的人呢 他就喝了 那有時候給些香檳 有氣的那些東西呢 通常呢 就盡量不要喝那些有氣的飲品 就算是汽水也好 果汁也好 那些有氣的那些 盡量是不要喝的 那就 酒精是更加 因為你身體排酒精的能力 是大大減弱的 就算其他的飲品 譬如咖啡、茶 那些都是給的 因為這是一種刺激的 還有咖啡、茶呢 是利料的 嗯 令到你的水分更加流失得多 是 好了 那有時候呢 我們到站 或者我們要中途呢 要停一停的時候呢 是 就有機會走出來呢 在那段時間呢 就記住呢 就做多些運動 就是不要坐下了 就走來走去 那樣 那尤其是呢 如果 就是我暫時 我也不知道哪個國家的機場呢 有些是養份的那些酒吧 吸氧的 很多年前 香港有間公司呢 就想弄這些這樣的 Oxygen Bar 那我覺得好像在日本 曾經流行的 那其實Oxygen Bar 如果是有呢 最好就是開在機場那裡的 因為呢 因為你 如果你是下機 或者是停留的時候呢 就去這些地方呢 去吸氧氣呢 那就會幫你的身體 康復得快一點的 那這些是一般 就是我們應該做 就跟我們一般的想法呢 是不行的 那好了 那也都有些 有些地方呢 在我們健康店呢 我們通常叫病人呢 買一些叫做養份的Drug Oxygen Drug 那這些呢 就一瓶實際瓶 膠瓶仔裝一點 那些相機呢 就倒進自己的水裡 會那個養份的能量 是會那個養份的能量 是加強了的 那這個也是一種 幫助我們在飛機上呢 是減低 那些生理上的壓力的一種工具 嗯 那聽起來都很簡單 哇 之前那時經常呢 是腰痠骨痛呢 以為我們是坐一些經濟客位啊 那些東西 迫劫啊 那些東西 原來其實就是關於在那個 機倉裡面那個 氣壓啊 養份不夠呢 而形成出來的 那如果這麼簡單的方法 就這樣是不斷這樣 慢慢少少少少少少喝水 那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呢 那就好了 OK 那這樣呢 那我們呢 知道呢 還有很多關於上面 怎樣可以保持一個健康的旅程 還有很多資料的 那我們一會兒回來呢 我們再繼續 那這節時間我們又差不多了 待會兒我們繼續回來 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有題目就是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哎呀 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 分享一下給兒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的圓網台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余醫生啊 我們也知道呢 有很多 雖然現在的飛行 旅行都很普遍 很多人都會去的 但是其實呢 都有一群的人士呢 是很怕飛的 很怕搭飛機的 即是他們覺得呢 飛了上天空那裡呢 很不安全 那怎樣可以令到這一批的人士 是免除了這個恐懼呢 因為有時候可能家人想帶他去旅行呢 都為了這個問題呢 而不可以成行的了 是的 我是真的認識到有些人呢 其實呢 是因為呢 是怕飛 或者是怕 我們叫做 運船浪 運車浪 那些呢 就幾十年都不會去旅行的 嗯 除了當地啊 陸上那些小小小 其實很多十年都從來不去旅行 所以其實很可惜 其實怕飛呢 很多人都會有的 很正常啦 那些人會怕什麼呢 第一就是怕會不會飛機失事 是 因為青針飛機失事 大部份人都是生存不到的 沒錯 那第二件事呢 在飛機裡面呢 是一個很狹窄的空間 就算我現在坐的大飛機也好 但是我們坐的位置那裡 一般都是比較狹窄 一般都是啦 如果當你的空氣又不是那麼清新 你更加覺得好像很危窄 好像很焗傷的那些很害怕的 那當然呢 就是一般的飛機呢 都是會飛機過程都會敬禮棍啦 有時候有些遇到氣流 會跌下的那樣的 那當然這個不是常有 那但是呢 通常都有小的那些都會見得到的 那當然呢 在飛機飛得那麼高 是不是 那當然不要說不怕 是不是 有些人怕 哇 飛成那麼近 有幾萬尺啊 那好了 那我們怎樣去幫助 有什麼辦法呢 去克服這個怕飛的恐懼症 那第一件事呢 我們就要告訴自己 飛行當然是一個不是很自然的活動 一般人都是不會飛的 現在最近近代人才有飛機 所以飛行不是一個正常的活動 所以一直接受到它 第二件事呢 因為呢 飛行的過程裡面呢 是產生很多生理上的壓力的 那所以身體不好的人呢 都是真的要小心點的 是 因為呢 有些人就會在飛機裡面呢 是過身的 是有的 這個是過去都有的 那所以沒有一個很詳細的統計 那大概是估計呢 每一個月裡面呢 都會發生一兩次的 是 那所以每個航空公司 其實都有這些經驗的 是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身體是有些健康上的問題呢 都去檢查清楚 就是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例如好像有些人會敲喘 有些人可能那個心肺疲 那個心臟比較虛弱 那當然剛才所說的 懷孕的人呢 都要小心一下 那所以看看自己呢 那個身體呢 是不是 不適合抵受這些 這樣的飛行的壓力 那還有一件事呢 我們呢 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一緊張的時候呢 我們呼吸就會急速到很多 那就是要看看自己呢 是不是自己 我們呼吸的那個 呼吸得不行 正常呢 是太過緊張的呼吸呢 那還有一件事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帶一些書本 很多人會這樣做的 帶一些書本 帶一些雜誌 自己平日喜歡看的呢 帶一些報紙上去自己看看 就是減低自己的那個注意力 有些人呢 會帶那些平時的 習慣的那些毛公仔 攬下的 身份兒很多 是小朋友 有很多的 有時候呢 那家人說 旅行呢 還帶這些東西 那麼身份兒很多時候出街呢 都很喜歡去帶那些 平時用開的東西 那如果對你來說 是真的一個問題呢 如果你有毛公仔,你觉得抱着它会有安全感 那就真的带着它好些 因为毛公仔可以当作一个枕头 现在我看到机场很多飞机枕枕 都是一种好像公仔 有时比较10元是挺好用的 也有些人带一些符咒 带一些Talisman 他觉得这个是相信的 很深信,带十字架也好 带一个特别的符咒是有帮助用的 还有一个方法 在飞机上找一个人是建坛的人 大家聊聊天 把你的注意力拿起来 还有一些就是对飞机的所谓机械的运作 稍为了解一声 因为很多时候在飞机上有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 如果你不明白的人就会害怕 其实大部分声音都是什么呢 是上机降落和起飞的时候 那些声音是什么呢 是那个轮 那个飞机的车轮 那个轮是收放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的 还有落地的时候会哐哐的声音 对这些熟食呢 当然最好 还有一件事就是 千万不要在飞机上服饰任何药物 因为在过程里面 你吃的药物 对你的身理上的反应是会改变的 可能会令到你过量了 或者是不够的 所以最好就是那个时候就尽量小心 那些药物是要了解的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呢 那你会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那有些什么可以准备呢 那通常呢 我可以大家可以上机的时候呢 第一呢 就找一张椅子是接近那个出口的 OK 那当然每个机器都有不同的出口的 机身前面啊 机翼啊 机身后面都有两个的 有时候一边有四个 一边有五个那么多的 那如果你能够有机会选位呢 就尽量呢 我就会选前一点的位置 因为前一点的位置的好处呢 就是空气会好一点点 那没有那么阵的 机尾呢 是会阵多一点的 那有机会选呢 就是选前一点的位置 那还有选一些位呢 是接近那个出处 出处的地方 那原来呢 发现呢 如果飞机撞机的时候呢 最硬正的飞机的机身呢 就是那个机翼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要支撑那个机翼 那所以呢 机身最硬正的地方是机翼的地方 那所以你能够坐近机翼呢 就会比较 就算是失事的时候也会安全一点的 那通常呢 我们的衣着方面呢 就不要穿那些 那些 尼龙衫啊 或者那些 聚绩的那些 那些 Polyester那些 是 因为那些的 那些物料呢 是很容易消 那些是很容易黏着身体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尽量是穿一些天然一点的 那我自己呢 就很喜欢呢 上飞机呢 我就会穿一套呢 就是白色的 或者是米白色的 的一个 顺便的 顺便的 是 很松身的 没有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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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阿拉伯人的服饰 那我这件服饰呢 就在哪里呢 在一间Tilly 在加拿大 一间 一间 专门买那些 旅游服装的那些 那间店 我买了很多 十几年前 我已经认识了之后呢 我买了这一套 这样的 旅行用的服饰 而且它袋又多 很松身 那我通常上机 我就一定换到这一套 松身的衣服 好像人家的 睡衣那样的 但当然不是睡衣的 那就是 浅的颜色是对宇宙的 幅射会有减低的作用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上机的时候呢 最好就认清了 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是 那 还有呢 数一数 你离开出口呢 是多少排的座位 因为记住呢 通常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第一件事呢 就会有很多烟霧的 那你可能根本就看不清的 因为烟霧离慢 那你可能在一个黑 烟霧中呢 是要摸你的路去逃生的 那所以呢 你可能呢 就只能够数几个位 啊 比如你第七个位 向左转右就是出口啦 那你能够稍微留意一下 我离开 我离开出口位 我的座位大概是几个位的 那有什么事起来呢 就可以呢 就这样摸出去 这样数着它出去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如果是飞行里面呢 有时候 BB仔 比如两岁以下的 那些3元仔 不需要买飞的 那但是呢 他也没有座位的 那我觉得呢 3元仔的BB 那位是特别便宜的 可以三分之一的飞机价钱的 那所以呢 如果有机会呢 就买多个位 因为尤其是长程 长程那些飞行呢 是很辛苦的 你抱着那些10元仔 当然是辛苦的 那当然呢 有时候呢 航空公司呢 会安排第一排的 那第一排呢 你可以擠那个BB 有个BB蓝在那里 那但是如果是可能的话呢 都是帮那个BB仔 买一个个别的位 那让你的飞行里面呢 那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OK 好了 那如果真的万一不幸 是遇到压力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尽量呢 就是尽量呢 就是找出口啦 那记住呢 就尽量呢 是要避免煙霧离蛮的 那个问题的 那不要 不要在地上爬喔 因为之间呢 看不到你的时候呢 那些人在地上爬 人家踩到你的嘛 那你要蹲下 就是因为 始终是热的 的气体向上的 那所以你蹲下一点点 那来到 蹲着这样走 是最好的了 好了 那你去了出口呢 都要看下出口 出面的机器 安不安全 就是你不要就这样冲出去 那样 要出面也是有问题呢 那你就不要了 那 所以都要立一立的 那当然呢 是怎样去跳位 跳下滑梯 走出去 那通常都是这样 就是脚一起合起来 把手固住 就突然变得越好 那正那样跳出去了 那出去之后呢 就当然尽快地离开了 那飞机了 因为下一个 都恐怕要燃料爆炸 那那 如果你的出口呢 在那个飞机翼那边 那里呢 如果那队门呢 是你要去推开的 通常那队门呢 推开之后呢 你可以丢开 丢出去的 啊 就不会这样挂在那里 所以这些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飞机上的结构的常识 你自己脑海中有这些知识 其实是很有用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 我在电视上有很多的纪录片 关于灾难片 其中他有一件事 他说通常人要遇到不是火 不是火焦身体 是烟焦你 还有一件事 有时候飞机可能把人吊在你的座位 吊住了你 有些人是开不了那条带的 因为你吊住那人是重的 拉住那条带 你普通的开的道是好像是开不了的 发现有些人因为这样是焗死了 走不出来 那条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你记住 拉那条带的扣是拉到最最尽 是 有时拉到最尽 哎呀还没脱 还没脱 那便发得瘋了 其实你拉到最尽 他就很大声就刮出来 那这件事 你不知道的人就遇到这些问题 可能就没命了 要知道有人记住 是拉到最尽 那个扣带就会掉出来了 那这些都是 有这个常识的人 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始终逃生的机会 是会大很多的 嗯 总之遇到 遇到那个的问题的时候 首要都是要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是啦 那你对你的环境一熟呢 那你就会做得 就是做事就会容易容易很多很多的 OK 那这一节时间呢 我们都差不多了 我们稍后再回来 继续回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就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第四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我们今天的题目 如何令你有健康的旅程 余医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在飞机上遇到的问题 如果有些朋友去到高山旅行的时候 遇到又是 跟飞机在高空上面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他就在陆地里的 可以有什么办法去处理 大家都听过高山症 很多人都怕着 一般的高山症是如何呢 去到之后就是 心异 好像不够 养分不够 心好像叠紧了 心跳到狂跳 心跳到头痛 通常遇到这些高山症 没什么办法 立即下山了 我有一个侄女 她很早就常去旅行 三十多岁已经退休了 两姑婆全世界去的 她有一本书 就是有100的地方 我临死之前一定要去的 她就拿着一本书 去很多地方 包括很多不是一般人习惯去的 她有一次去非洲 去做什么呢 去追踪那些大猩猩 当然她不是去 你杀她们 只是请土著 她带你 星星见到在那一步 她就要爬山去 去找她们 去很多这些所谓 exotic的度假地方 她说她有两次差点死的 这两次去南美洲 南美洲的那些很高山 她就要认识 她说她个人 心跳得很快 碰碰碰 她就整天在空海上 碰碰碰的在那里跳 头脏痛 OK 疲累 胸口就像压实 就像吐不住气 就像吐不住气 心跳得很快 她经历过两次 她说我差点死 有一次她回来香港 她就跟我说 我这次去到高山 回来后 我觉得记忆力差了很多 就是说 别人的脱氧会双脑 我都听过了 香港有一位 好像挺出名的明星 都是这样 因为高山的拍片 打坏了她的脑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我当然听见我这个侄女 这么说 我快要帮她做 进行什么治疗 叫她养氧气 我们的诊所 就有一个设备 就叫做一路运动 一路吸氧的 这样逼你的身体 换养得快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不帮她做 她的脑袋可能是永久会受损的 我立刻就用这个方法 就帮她处理了 幸好她就OK了 平常了 继续去全世界的旅行 她有一次就去了 我有个病人 这个不是我自己见到的 她说她跟她的先生去西藏 她的先生是一个画家 一见到那个景象 哇 迟程兴奋到死 一冲出个旅游车 就去看了 接着一摸摸到 整个面都花了 一般人 他真的不是那么大型 不会摸到 原来是一个高空 高山的地方养份不足 我们的平衡力是会叉弱的 所以她跌到面都花了 所以大家记住 去到高山的时候 大家要保持自己的体力 不是说你平时很健康 你就不会去高山症 反而不是的 有一天平时身体一般 去到高山反而没问题 所以要适度去习惯 不要太过心急 有时候可能慢慢的活动 是减慢一点 才会适应到她的 这是一个高山的遇到问题 当然很多病人 临到这些地方 通常都问我 有什么自然的医疗工具 有什么可以带她 因为吃西药 始终我都遇过 有一次我们去到云南 丽岗 我传团里面 有个表弟 一个西医 她就带着西药给那些团人用 发现团人用了之后 有些副作用 结果都不肯用 当然在这些地方 通常她有一些氧气 有一些一罐罐的氧气 自己去买在身上 当然有些我们会用洪景天 一个中草药 也有些人吃所谓coco leaf 在南美洲那些土著 在高山 有些脚枯 帮你背着你的行李 他们一来咬coco leaf 当然coco leaf 即是海洛因 在一般地方是犯法的 但是土地是一个 天然的植物 它帮助她来适应 我们就会有同类疗法 coco的疗剂 有些病人说也有帮助 所以养分加速 洪景天 去到之后就不要太过兴奋 慢慢来 这是一个高空的压力 好了 刚才说了 如果有些人上飞机 去到飞机 不敢上飞机 怎算好 觉得很辛苦 我都不去了 你家人自己上飞机 这很麻烦 那我们有些什么工具 当然在过去很多病人 例如我们的诊所 都问我们这个问题 有些什么可以先避免 通常我看到有些疗剂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如果发现 那个人是紧张到 那个人在腾腾震 走来走去 有很多东西说 其实是一种反映 它是很轻慌的 那那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 Argentan Nitricum 是 那个是 那个硝酸 淡的 Argentan Nitricum 这个疗剂 但是如果有个人 他紧张得来 那个人就是没有力 对了 可能怕到尿都飙了 洗手间 那个疗剂呢 那那个疗剂呢 是 那个疗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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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呢 如果突然的惊吓呢 就是烏头 Acony 烏头 还有我们呢 就有个 我们叫做 那个Bug Flower 那个救急救药 Rescue Remedy 那这些是一个 可以用得到的 那如果在到之后呢 上个机 或者是旅程 觉得很累 就是脑袋也很累 那我就叫它用什么呢 用那个超微型 就是那个 轮胎 轮酸甲 Cali-Ford 或者是人身份 对吧 就是人身份 是帮助我们处理压力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旅行里面 就最好 它带足了这些这样的工具 这些补品呢 是帮助我们的 嗯 是 好 那也有些朋友呢 就是在去到 即是其他地方的时候 不知道是太兴奋 还是三宝床的问题呢 是睡不着觉 出现了那些 就是在 平时在香港 或者是的生活 就不会有这个失眠 是旅行的时候 才出现了失眠的情况 那怎么可以处理呢 是 几常有的 是的 有些人是自己要戴自己的枕头 我认识是这些人 是自己戴自己的枕头的 那当然了 很阻定的嘛 枕头很阻定的嘛 那我有些什么疗劑 可以考虑应用呢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用咖啡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睡不着觉呢 喝过咖啡 就是睡不着觉 那咖啡的睡不着觉的症状呢 就是脑筋是很清晰的 那脑袋呢 很多意念 很多念头 不断地涌现的 就是他是 就是不想睡 因为脑袋 很多人在想着的 那用回咖啡的疗劑 那咖啡 那你就会令到你呢 是吃到饱了 饱了就睡不着了 那就马前子咖 Nuxvomica 我们很多的 我们的学生都懂得用的了 那除此之外呢 很多的草本的植物 Valerium Hops Passiflora 这些呢 在我们健康店呢 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有些 譬如我有个叫做 那个安神酵素 Calmsime 那除了一般的酵素 帮助消化呢 也有很多这些的 基本的安神的草本 的西草药 那这个可以帮助你呢 是分不了教这个问题的 好了 Jet Leg 那Jet Leg 其实我们都有 好几只疗劑的 视乎那个症状 那其中一只呢 就叫做Coculus Indicus Coculus Indicus 是一个Jet Leg 是首选的疗劑 那通常的症状呢 就去之后呢 那人就累累累 头痛痛 头重重 那尤其是后尾部 那边是有点头痛的 那有些人呢 在香港那里有些病人 他因为他是上班 是返那些 那些Night Shift 那些夜间的工 那有时呢 那个睡眠是搞坏了 有些人在工作上 比如说护士返夜间 那他身体影响都很小的 那搞到他这里失眠的 那我经常都用这一只 那是Coculus Indicus 那这个同类疗法的疗劑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那些叫做 返车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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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有没有什么疗劑 可以帮到你呢 我自己的家里 我弟父 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他说呢 我不会去游船的 因为我很怕返车浪 所以他也是很多年来 就不会去坐飞机的 就是很多时代 都是不会去这些长期的旅行的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呢 现在的大邮轮呢 是好像乘坐大厦 在那个浴缸 是很厉害的 是一点都不会有返车的 那当然了 看你去什么地方 有时你去到那些地方 去南极那些就不是的了 会等得很厉害的 那其实遇到台风 都会游的 那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呢 那结果呢 因为他经常都说 因为这个问题 就从来没有去旅行呢 那我就用我们的疗剂 用同外疗法的疗剂 其实也有很多种的 譬如有一个Cocculus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时差的疗剂 Petrolion 是一个石油 还有一个Tobacum Tobacum 烟草 那这些都是同外疗法里面 常用呢 对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云船浪 云车浪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姜 就是姜 那我发现 在今次在温哥华 我发现一些健康店 它是有一些姜粉的 是 就是你不能带着生姜 那样上飞机 原来有这些姜粉 可以方便你携带的 那实际所谓 人身粉 这些这样的工具 其实健康店 我都有这些 所谓的简单的补物品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处理它 那令到你呢 真正徹底医好了 你将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那些呢 就常是云车浪 云船浪的 那有机会是彻底的 那而我这个 我这个帝府呢 就因为我 处理了他这个问题呢 他和我弟弟呢 就常是东飞 全世界飞 然后生活方面呢 就是多知多在 就多了 那另外一个呢 在旅行之间 经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 便秘的问题了 那本身便秘呢 都是在城市人方面呢 已经都经常出现的了 尤其是加上呢 去到旅行的时候 刚才说的 很种种的原因呢 都会加强了 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又在自然医疗那方面 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到那些听众呢 你记不记得 我们的洗厂中心呢 以前有很多的客人 是什么客人呢 就是那些空中小姐 有的维珍尼亚 还有那个British Air 那他们通常呢 一到香港呢 那个站呢 他就会来我们公司 做洗厂的 那这个问题呢 就不是一般人 都就是间中旅行的人呢 有很多在做这行的 职业的人呢 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 当然呢 就是如果有机会呢 去即时用洗厂 去到那个地方 那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的 都有一些 当然你懂得去找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便秘 简单一些的 我们健康店有洗厂袋 嗯 那就可以自己带了 方便了 是我的 那当然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是 解决的办法啦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有些什么 做可以避免了 就不用出现了 那个便秘密 是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些客人啦 那他未必去到 其他国家 找得到洗厂中心 好像香港那样 那他就唯有 就买那些洗厂袋 不是洗厂板 一个袋制的 那到时呢 就在酒店自己 可以处理得到的了 那好了 那为什么会 会出现在 在旅行出现 这个便秘呢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衣服那方面 就是有时呢 就是紧身的衣服 就不要穿 就是小心一点 那还有呢 我们在那个飞机那里 通常是坐在那里 不动的 就是运动少少了 缺水啦 云上所说啦 还有我们的 饮食和我们 平时不同了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饮食呢 因为改了 身体那个 未适应到的 那所以呢 我们那个排便的 能力就差 那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外面呢 喜欢吃点漂亮的东西 肉类多了 纤维少了 那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 生命时钟的干预 那还有时候呢 不太方便去洗手间 是 因为在走的时候 等车的时候 那去一些陌生的厕所 有些人都不喜欢 那所以就忍着忍着 就出来了这个便秘了 那好了 那我有一些什么 可以处理的方法呢 那第一呢 当然呢 就喝多点水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喝多点水 当然也会 小便也会多了 那早上呢 尤其你去那些 酒店的那些早餐 西式那些 通常有麦片的 那所以你记得早餐呢 一定吃麦片 加上乳酪 是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有这些西式早餐呢 用那些麦片 有些煮的那些烟米 那些烟米 那些好过盒装那些 那接着就加多些乳酪 下去 那吃多些蔬菜类的食物 那些沙律 那时候更加要吃了 那还有呢 就是过度煮食的肉类 是尽量减少 就不要喝多酒精类的饮品 因为酒精是会令到 你的那个 那个水分是流失的 那所以呢 水分缺了呢 当然呢 就是难些 大便也会出现问题的 那当然 衣服那方面 会比较松一点 还有 就是携带一些 抑菌 是 那我们通常就说 抑菌呢 不单止可以帮你 减低那个便秘的问题 亦都可以减低 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那个土舍 土舍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出身去 尤其是去那些 印度的地方 是没什么机会避养的 只是有一些名字 好像叫Montessori Revenge 有些报复 那样 就是你去那些地方 你就报复你了 那就令到一些土舍 去墨西哥 去印度 经常听见这件事 那一般人 经常打算 那些食物不干净 对不对 但其实食物不干净 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最主要原因 每一个人的身体 是有很多抑菌 就是不同的抑菌 有几百种 那我们的抑菌 去到其他国家 它们的食物里面 我们身体的不惯 就是所谓水土不服 其实食物不惯 就会导致我们的土舍 就未必一定 是它们的食物的菌 因为其实菌 到处都有的 是避无可避的 没错 只不过你这些菌 你身体能够适应的 是接受得到的 有身体好的抑菌 是调理得到的 那你不会吐射了 那你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菌 你身体不习惯的 其实那边的人习惯了 其实不是什么恶菌 不过他们习惯了 他们不会吐射 但你不习惯 就会出现吐射 当然水方面的 小心一点 饮食方面小心一点 最重要 都是尽量带背多些抑菌 带背多抑菌 保护自己 自己预备充足一点的时候 就不需要担心这一方面 受到那个感染 是的 那好吧 如果真的遇到了 你也是不幸运 都是吐射也很辛苦 有什么疗菌 当然我亦都有很多 很有效的疗菌 第一个就是阿射雷 新的阿射雷套 这个是一般急性的 吃多些水肚 吃多些不干净的水果 水分多的水果 出现急性的吐射 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种 例如有一个 Chinchunna 即是China 这个吐射有很多气 胀都很厉害 阿射雷是 阿射雷 是磨得人都很疲累 还有一个就是 Protophyllum Protophyllum 这个通常是夏天的吐射 那些糞便是爆出来的 是不是黄的 很黄 很深黄色的 这些都是一个常用的疗剂 在我们的诊所 是用于一些急性的吐射 是的 有些人还有薑茶 记住薑茶和薑粉 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来说 如果有些人是因为喝酒过多 喝醉了 那些会比喻 那个臭疲惊 这个可天叫做 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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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现在胃脊痣不舒服 腫脏 腫脏 肚痛 这样 有些什么疗剂 哪些疗剂 就是马前子 Nux-Vomiga 是最通常的 还以为吃得肥腻 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用Polsataella 是另外一个同性疗法的疗剂 医生刚才也提过,有位病人出外的时候,被蚯蚱咬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如果真的去到一些地方国家,他们都有很多昆虫 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真的不幸,咬到,当然我们最好做一定的预防功夫 但是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我记得我的两个外甥女,一个住在巴西 当然,因为探望她的时候,妹妹探望姐姐,就两个去亚马逊河 去亚马逊河,去到亚马逊河,被一群咬咬全身 晚上就发烧,差不多可以这样过 想起来,可能是灯隔热 可能是,可能是 总之就灯了几天,被蚯咬了之后,就弄出这个问题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尽量不要被她咬到,避她 我们的衣服就尽量穿长袖白色的,不要穿短褲、短袖衣 不要穿深色的T恤那些,它是惹蚊的 尽量穿白色的,长袖的,包好身体,鬆身的 这是第一件事 如果在房间里面,还要用蚊酱 蚊香那些都比较毒一些 尽量用蚊酱保护住 那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吃一些维他命B1 那个Spymin 那发现维他命B1,100克mg 成人的份量,十元就是一半,50克mg 那会令到你的血液改了少少 有些蚊就不会咬你的 那还有一些就简单些,就是外茶 有些香氛油,Citronella 其实任何香氛油都有这个帮助的 那一般就是用Citronella的东西 那当然了,茶咬之后也有很多草药 可以帮助的 那我们病人里面,很多时候 在出门之前,都是会用这个方法 去健康店买完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就吃蒜 吃多些蒜,改蒜的体味 还有一个疗剂就是Caleidium 这也是一个同外疗法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那这样的,那 那油那方面,就像我所说的 是Citronella 这个最普通的方法 好,那另外呢 有时都会听过,就是说 在机枪里面 或者是有时出外走得多的时候 脚会出现那些肿 那些情况 那些肌肉很累 那我们有些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呢? 那始终呢 有些人是陆路旅行多 坐车,行路比较多 有些去大陆看高山 那所谓的肌肉会累的 那通常就是那个 生金车,Arnica 那如果走到出了水泡,破裂 就用那个金盏花去塗的 那抽筋呢,就有那个铜那个 那个铜的金属,是Cupon Metallicum 那这个呢,也是帮助我们 是那种,就是住房的抽筋 用的,OK 那,除了之外呢 那,我们在我们 病人里面呢,很多时候呢 在临走临出门呢 都来我们呢,是买了 那些装备的,是的,是的 那其中一个装备呢,就是我们一个叫做 护养发的旅行包装了 是的,一个Fursuit kit 那,还有工具呢,就是我们 塗一些所谓的益菌 那,那个人身份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是 是及早用定的,还有呢 那个小灵精,那些小灵精 这些全是一个很小的包装呢 是可以是用得到的 那如果海外的听众,如果想 看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用得到呢 其实我们有个网台,那个 网上購文 网上購文,是 大家可以找到這些工具 好,我們都很感謝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旅遊上 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就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袁醫生去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電郵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可以回到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完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好,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